占价前仪式插车使用轿程 看完这个轿程 我相信你一定能学会开这辆车 话不多说 我们直接开始 首先提起紧急开关 然后又拧钥匙启动 启动后车顶警示登长闪 左边是仪表台 仪表上会显示插车工作模式 剩余电量 方向和速度等信息 按下右方按钮可以切换工作模式 按下货插这边的开关 开始给下方的摄像头供电 打开显示屏的开关 即可通过显示屏观察货插上货物的情况 通过控制台上的这个挡把 切换车辆为前进模式或者后退模式 踩下踏板控制车辆加速 专动转盘控制车辆转向 仪表台右侧的挡杆 可以控制货插的升降 这个货插最高可以升高到9米 中间的挡杆可以控制货插的前后伸索 最左侧的挡杆用于控制货插的前倾和后仰 仪表台上最左边的这个按钮 可以打开灯光用于照明座椅 按下喇叭极可明笔景致 剩下的这个按钮就是用于控制车辆的转向灯 向上按是左转灯 向下就是右转 最后我们一起看一下如何取出电池 感谢观看 也谢谢您选择欧盟查车